哈囉大家好,我是家,本期要介紹的是發木鳴 然後在開始介紹前希望你們能夠訂閱開啟小鈴鐺支持一下我喔 然後觀眾應該會覺得怎麼會介紹這個角色吧? 但我就是覺得這個角色有著特別之處 他喜歡發明、喜歡科技 名譽、排名對他來說反而不是那麼的重要 感覺就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 而這種網友能夠在其他人有困難自己給予幫助 他開發了能讓英雄們更於便利發揮自己個性的裝備 比如綠武上面的裝備都是偷發木鳴所致 替他們帶來很好的效益 他是一年H班的學生被排到超後面 但他的志願是進入開發英雄輔助道具的大型後勤公司 他的個性是變焦,擁有極強的實力 最遠可以看到五公里外的物體 眼鏡可以捕捉到高速移動的對象 在熊英運動會中他以志願課的身份參加比賽 戴上的裝備都是他一手製作的 在障礙賽跑中他的存在感就很高 雖然沒有什麼攻擊性的裝備但他才不需要 機動力就是他獲勝的關鍵 而他努力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職業英雄看見 而是那些後勤企業 說難聽點他就是為了銷售才來比賽的 不過他在騎馬戰中確實給予綠谷隊很大的幫助 在一開始沒有什麼人要跟綠谷組隊時 他超直接的說儘管我們不認識 但還是讓我們利用一下你現在的處境吧 只要談你組隊不就能無穩得到全場第一關注了嗎? 他根本沒在跟你演的要什麼講什麼 當立日向他搭話他根本不感興趣 一直噼里啪啦講自己想講的 沈浸在自己的世界 當下綠谷也是被他嚇到 但卻莫名其妙的了在了一塊 且發木名剛好有綠谷需要的機動力 所以他們就成主了 比賽剛開始時綠谷隊被所有隊伍追著跑 但這時候的發木名的裝備起到了作用 配合著立日的無重力 所有人輕鬆的飛上天 也由於他的裝備很多隊伍也放棄對他們的追擊 他的裝備一直都表現得很不錯 但可惜的是他們在逃跑的過程中 噴射背包短路導致他們無法再使用這種方式逃跑 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晉級到了最後的1對1的淘汰賽 但真的有夠鬧的 他先是用話言巧語說要比一場對等的戰鬥 騙了飯田穿上他的裝備 站到開始後發木名先是用他準備好的麥克風擴音器 說著飯田裝上的裝備有多好 當飯田一靠近他就用他的裝備閃掉 緊接著講著另一個裝備的優點 並透過他的變焦看著原方的各大後勤企業是不是感到興趣 當發木名發現他們有興趣時 他加大的營養也更有自信的介紹 當然所有人也是傻眼 莫非這個人的個性是臉皮夠厚嗎 連那些企業家都說著他是政治家嗎 最後在他心滿意足的介紹後自己走出了懺懷 開開心心的說著 全部的道具都毫無遺漏的介紹了一遍 但飯田超不爽 說著你騙了我 發木名的表情從開心轉變到陰險 說著真是抱歉稍微利用了你一下 雖然這場戰鬥是個鬧劇 不過我覺得發木名要打是很有機會的 因為在飯田不瞭解發木名裝備的狀況下 他根本措手不及 特別是發木名用捕獲槍死 我大概就知道真的要比飯田可能會輸 但是說發木名能不能打贏之後的轟 打贏是不行 先不管轟有多強 這些裝備的情報已經顯露了出來 所以我覺得啦 他頂多只能夠撐到8強 但是以資源科的身份撐到最後一戰 其實就挺厲害的了 之後在綠谷飯田立日修改戰鬥服時 也看到了他的身影 當他聽到綠谷他們的需求時 就一直往他們身上塞他自己製作的裝備 當他動摸摸吸摸摸的 搞得綠谷害羞大概立日也吃醋了吧 只要被他聽到修改戰鬥服 就會被他抓起來研究 在運動會製作飯田也非常警力這個怪人 出現了後遺症 所以偷偷的跟老師訴說著自己想要修改的裝備 他沒有用還是被聽見了 也沒不了被抓去做實驗 整個人飛到了天花板 也露出了無奈的表情 則資源科老師說 抱歉他的自我為中心已經到達他病態的程度 不過你們要是以職業英雄為目標 就該好好珍惜於他的緣分 日後他一定會成為你們的助力 發莫名雖然瘋狂 但都是因為他的熱情目標 那些堆積成塔的輔助裝備 都是他在別人的方向使自己莫名製造的 就連資源科老師都稱讚著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資源科的學生 能像他一樣那麼努力 發莫名是好不害怕是吧 總是有積極實踐的想法 雖然他確實總是失敗 但失敗後的苦笑總讓人覺得也是身為人的一種可愛 他是發明少女 發莫名 本期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下一期我會介紹教董紅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